消防員低著頭遮著臉試圖忍住淚水 還有人靠在消防車上不斷嘆氣 一旁的同仁拿著被子等待 因為他們的弟兄終於從火場被救出來了 卻不幸身亡 所有消防人員接力搭起被子 替他遮掩鏡頭一路護送上救護車 為不幸殉職的弟兄保有尊嚴走完最後一路 現場王惠梅不發一語快速上車離去 馬上前往醫院慣心受傷跟殉職的消防員 再把鏡頭轉到火場 警消人員重振心情 趕緊把其他受困的人救出 但還是有三名住客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立刻實施CPR搶救 但送醫後還是懸告不知 焦化這棟橋遊大廈的百香果商旅 1993年風光開幕 在當時是非常著名的娛樂場所 但在十幾年前發生三次火災後就荒廢 直到去年有智能旅館進駐才出現轉機 在疫情期間成為防疫旅館 但起火點二樓還是荒廢的狀態 目前初步判定疑似堆積的雜物釀成火災 不過詳細起火原因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這次火警大陣仗出動各式消防車57輛 14輛救護車還有151位消防人員 但有別於其他火警要特別謹慎處理 狀況也相對複雜 作業流程先將獲救的人分類 傷者立刻送醫 若沒有大礙及後送其他防疫旅館 現場防護衣等防疫用品備好備滿 不敢大意 最後一名住客1號凌晨3點42分 終於獲救送醫 奮戰了9小時才把火場全數清理完畢 而這群火警3名住客 一位消防員不幸罹難 還有另一名消防員也受傷 正在醫院治療中 TVBS新聞陳志尊無欲壓彰化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